日本动画在经历将近一个世纪的发展之后 如今已然出现了无数的细分领域 比如青少年钟爱的热血漫画 比如青涩回忆当中存有的校园恋爱 也比如能够让观众心旷神仪的奇幻品类 等等等等 共同促就了日本动画 在世界二次元史上的不可动摇的地位 也禅谱成就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共同回忆 在今天这期内容当中 石不军将会给你们带来无论大人小孩 都会相当钟爱的魔法少女系列的动画介绍 有时代的开辟之作 也有儿时的经典创作 当然同样有着名声能够被推举为神作的动画 好了废话不多说了 石不军那麻烦给你们解说解说 美少女战事日曼陀 更往附建一博的人生伴侣 古内侄子等大成创作 在上世纪90年初期的恒恒出世 相比时早已被男性角色 称卖独占了半个世纪之久的日本漫画 增添带入了一丝的柔美之情 同时也开辟了一页女性当道的漫画创作新时代吧 所以说就算将美少女战事当作为美少女系列的开山之作 也一点都不过分 摩卡少女英二次元世界 当之无愧的萌萌加持 讲述了封印着神奇力量的魔宝卡片 在意外之下 遗失到世界的每一个角度 并引起各方动荡的事情 漫画于96年开始连载 动画也是在99年前后上映的 细经完结已经过去了将近20年了 它依旧能够作为2018年新版动画 出现在我们面前 足见文王的魅力了 话说 在中国动漫迷的心目中 或许这部魔法少女动画 较比起其他任意的动画创作 都能够引起小女生的共鸣 如果宅男想要讨论女生的欢喜 那就千万不要错过这部动画 小魔女到Ranny 作为一部与魔卡少女 应同时代上映的魔法少女动画 小魔女到Ranny的知名度 显然是不可与其同人而语的 不过 对于生活在沿海广东地区的 90后小伙伴来说 这部动画片又很有着 不可或缺的必要性存在 众位主角的设定年龄为10岁左右 形态也是迥异不同 而又活活可爱的 无疑给了那个年龄段的 我们带来无尽的遐想 魔法少女小圆 上映于2011年的新翻动画 一改了先前一切魔法少女动画的 几个场景 打怪升级的套路 将深邃的人性思考 以及对爱的理解 融贯了整部动画里边去 傻白甜的观众 你们就直觉一点躲开吧 这并不是一部你们能够看得懂的 神作动画来的 值得一提的就是 这部动画片可是出自 知名动画导演 新房招之之手的 也同样是这个导演的风神之作 在日本动画界的历史当中 这可是唯一一部同时揽破到了三大指标性大奖的电视动画片呢 如果你们也想体验一下 到底什么菜算是至真至纯粹的友情 那就倒来这部动画里头来 好好的品味感受一下吧 魔法少女男要说 这是一部颠覆性的创作 好像也没有多大的问题 不过区别于魔法少女小圆的那般 在心灵维度的震撼颠覆的话 这部18年的新番动画的颠覆 就显得有点 把眼睛打 是的 一般的魔法少女变身 要不就是在丑小鸭的身上 我包上一套华丽的衣裳 要不就是让一位毫不让人吸眼的小妹妹 瞬间变换成亮丽无比的预解 但是这部魔法少女 却沿用了国产动画 十万个冷笑话的套路